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人结婚也才六年 公开时就不被看好 因为大家觉得周迅和陈坤更加相配 他和高盛远来得太突然 相照于其他明星夫妻在娱乐圈合体秀恩爱 周迅和高盛远则不走寻常路 婚后长期分居少见同框 如今这对感情状态沉迷的夫妻最终还是关心离婚 六年婚姻走到了尽头 周迅这次的态度真的非常令人佩服了 一句祝安好显得十分大气 不过如今的他事业有成 好友也非常多 平常生活过得低调开心也不错 西属俩人六两婚姻 其实一切早已有迹可循 然而所谓的感情也被贴上名存实望的标签 当年周迅在经历过几段分分合合的恋情后 邂逅了美国华裔演员高盛远 最老险老人是2013年在香港消失 从恋爱的一开始就有朝着结婚奔去的念头 因为高盛远在国内名气并不高 当时的周迅一直带着他出席各种场合活动 将他内心的介绍给大家认识 高盛远也一直贴心照顾着周迅 媒体还曾报道身陷热恋时 周迅甚至特意的去香港找人算命 看俩人搭自是否相配 2014年5月 媒体曝光周迅与高盛远的合影 俩人恋情随即公开 同年7月 周迅与男友高盛远 在杭州一场公益晚会上举行结婚典礼 当时高盛远身穿鼻挺西装 周迅一袭纯白婚伤 脸上难以幸福笑容 随后二人也正式登记结婚 郎才女貌一度让人羡慕不已 在刚结婚的那段时间里 两人经常同框现身 不顾镜头搂搂抱抱 一度成为了恩爱的代名词 媒体还一度透露两人相恋细节 据悉 高盛远曾为了周迅专门去提升自己的中文水平 可以说是煞费苦心 有一次周迅在录制真人秀综艺时 高盛远还高到现身 当着吃瓜群重的面和周迅来了一次深情相拥 无独有偶 两人出席活动时也大方地对着镜头kiss 将爱意展现得淋漓尽致 除了感情上的默契 高盛远还签约了周迅工作室 两人将工作与感情融合的恰到好处 直到2016年开始 两人的感情生活状态却慢慢地发生了转变 高盛远不仅与周迅工作室解约 两人公开 甚至私下的交集也变得越来越少 紧接着 媒体关于两人婚变的报道也愈演愈烈 16年下旬的一次公开公益活动 竟成为两人最后一次在荧幕前的夫妻同框 这些年周迅的各种活动通告都没有停 却鲜少爆出正牌老公高盛远 前来探班或线上关心的消息 两人一度聚少离多 甚至就连陈坤都竟同志两位好友 都成了周迅身边经常出现的面孔 互动频繁 甚至港媒隔三差五的就会报道周迅 高盛远离婚分居的消息 虽然18年婚变传闻曾被两人工作人员否认 却仍没有消除大众的猜疑 在尚未离婚时 媒体还一度曝光高盛远夜店 合影网红美女 周迅业会神秘男子 这些举动也不禁让人对他们的感情 再打上一个问号 就在离婚前不久 媒体还包出老公高盛远 清空哪人 昔日恩爱合照 看来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 就在12月周旬高盛远生日时 在一众威胁庆生的男男女女中 读却了周迅的身影 其实早在两人宣布在一起时 外界对于这样的一个 女强男弱的组合就颇不看好 本以为两人会打网友的脸 却没想到还是已分手高中 说到周迅 大家都会用人间精灵来形容 身材娇小 巴掌脸 一双和眼线的眼睛 是她身上最大的特点 多次用演技拿下影后支撑 她娇小的身躯中 总有不可信量的爆发力 在演艺圈中 有非常大成就和地位的她 在感情上却是个恋爱脑 如今周迅和高盛远结婚 已经六年过去了 然而无儿无女另说 两人的婚姻状况 却频频向外界发出婚变的信号 这个在爱情中里受挫的女人 为何总是不被善待呢 纵观周迅历年来的 极端鲜为人知的豪放情史 是真的烂成一锅周 她在面对每一段感情都清净所有 耗尽心力 一直想要在感情中 做那个可以永远撒娇的小女人 然而每一段轰轰烈烈的感情背后 最终的结局都是头破血流 而她的感情中 只在乎自己看对眼 以及容易被才华收服 周迅当年最让人尴尬的情史 反而让她和歌坛天后王妃 成为了圈内非常罕见的特殊友谊 王妃当年在和窦维相识时 窦维已经有女友 不过王妃和窦维 两人在音乐上惺惺相惜 两人在90年代初期就相恋在一起 并在1996年封子成婚 而此时周迅也和窦维的弟弟窦棚走到了一起 周迅当时19岁的时候就遇到了窦棚 并且在相恋期间 周迅高低也而称王妃一双嫂子 然而周迅的感情最后在五年之后 败给现实 两人分手了 紧接着无法在感情中处于空白期的周迅 又迅速和脚红声发展在了一起了 不过恋情只维持了一年时间 就分道扬镳 随即就和音乐才子普述在一起 一年时间不到 再次分手 1999年周迅已经连换了三任男友后 王妃和窦维的婚姻也在这一年破裂 并且迅速和小男友谢霆锋展开了恋情 而周迅也在无缝衔接上了李亚鹏 俩人依系生情 并在合作之后再次高调地宣布了俩人的恋情 相恋期间周迅依旧享受小女人被保护被疼爱的感觉 然而在2003年俩人还是分手了 2014年高盛远终于把周迅娶回家 然而婚后这六年时间里 两人因为各自的工作互动变得越来越少 如今两人一个在北京 一个在洛杉矶 频频出现婚姻危机 这样一直生活在感情 宝山中的周迅 似乎变得越来越为婚姻生活而妥协 曾是爱情中的三娇小女人 为何却没有影片中那样好命结局呢 在结尾夫妻的这六年里 俩人也未曾有育有孩子 如今大方承认离婚 我们也祝愿周迅和高盛远 都能各自幸福下去吧